HELLO 各位好,這是板凳學 板凳學這台DEO今天要來更換這個電盤內忍 開始! 因為這個電盤內忍 它久了之後它也是會老化 我們先用這個 先進老闆送我的 這個外面的腹腸 內忍 開始! 因為這個東西 它正常你定期要換 但是我們以前的概念,你不要貼在裡面稍微燒燒燒燒燒 基本上那個就差不多了 來! 這個我之前有抹牌過 還有那個電盤它有 有車那個 車保的 這邊它就是螺絲會 很容易滑牙 這個部分,所以這個部分我把它打焦 這樣 哎唷! 好! 對一旁,一顆肉 這顆給我肉 好! 不管! 我們這個 就是螺絲有兩長 兩長兩短 好!這個拿起來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 裡面的話,這個要打掉 然後打掉要用電盤那個下去逼 很久沒拆了 除袖的噴一點點 讓它大概咬一下 要不然拆下來趨走怕會掛掉 再來這個是14號的 好!來! 圓長桿這樣 這扒得好扒 好! 好! 好!來!這樣剛剛好 手上換了 1 2 3 好! 好!我看這什麼 這種東西是很方便的 以前都那個AR鏡子 好!拆掉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要用這個電盤工具 我記得這顆是 Dior的沒錯 對! 近戰的話它是倒掉的 啊!這個也是要轉 勾進去,要不然你打下去的時候 那個旁邊如果拉掉那個電盤就回來 好!大概 全部進去之後 17的 更正 24 換主席 來喔! 轉進去 它會逼出來 我們再放大 好! 看這個點 才不夠用啊 有! 喔!有了喔! 來喔! 它整個電盤都要跳出來喔! 漂亮! 好! 好! 好像稍微挖了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 怕這個 怕這個 可以 很漂亮! 對! 這電盤為什麼啊! 還在 我剛才彈的 還對 還好 沒有掛 好浇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看這個 電盤內冷,這個大概都老化了 二十幾年了 以前沒有預防性冷的概念,現在有 電動是有夠方便的 好像讚而已 我看車子用電動的變成享受 你有感覺 有的時候也好,再來 這個地方 我還有一個強化接地這個部分 打掉 後來整台車的電力 電力系統要整個把它更新 好,拉下來 這個有嚼 這個 在嚼的時候你要注意氣泡性弄掉的話 它就會掛掉,所以 用手應該是可以拿下來才對 喔,對了 啊! 那是拾路長了耶 這要去模擬五行殺 喔,這個裂掉耶 好,死掉耶 這可能是剛才在打電盤 我先把那條的 哇 百個水 我 這個要去哪裡買 這個要去模擬五行啦 要不然這個買不到 好,現在這個 把它抽出來 喔,抽出來,喔,真漂亮 這邊的 通過油封要還好 要做完整耶 好,然後這邊 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檔 這到底是怎麼用的耶 這邊要把它拔掉 瞬間拔掉 好,拉出來 這我已經不去那裡用了 所以這個 這個,有一個接地線的部分 應該就是這個線竹 這個 這個應該是在洗爐的 把它改在上面 好,這個 先剪掉 剪掉 剪掉 好,現在這樣拔掉 電盤內容 這個現在 我洗爐的架電是在這裡 所以 我這個要把它截掉 啊,這個負電 這個六角的拿掉 來,客難式的 這樣轉 它稍微歪歪的 但是 至少應該也是能轉 對了 好,轉起來 好,轉起來 那時候很聰明 用斜角的 就不用整顆靶啦 再來 這條什麼 沙采之後 這個 斜掉 來 擋住 所以現在這樣齁 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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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盤會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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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錯 也想不到這裏的那裏有多年了 整個都冷了 這以前古典的時候 以前在車電盤路上太多 不然這裏就在浮起來 去逃到的 來接下我們兩邊來比對一下 這樣子出來 出來之後,要這樣長長這個 這不是叫什麼火鵝什麼東西,我沒什麼知道,沒什麼記憶 我現在過來,它的長度 哎呦,這個好像比較短了 比較短了 哎呦 比較短了 這駝駝是怎麼緊緊的 我們先把它踏住 哎呦,比較短哦,會短那麼多 現在到底 說起來是鑰匙怎麼短那麼多 整整擦到這樣 哎呦 對,差很多 差這樣,沒關係,你看看 有點太短 奇怪 沒關係,我們先不要去走 好,這個先進來 這個這樣 壓下去 放大看一下 這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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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旋轉大跌 這個好像看得怪怪 奇怪 這個地方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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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圓 壓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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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抬 壓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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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在這裡 這樣我原底一座線比較長 現在這條 這條是 水爐的附線 附線就是這邊 這樣還好 可以喔 這樣就可以了 原底這條附線也沒有 附線比較長一點點 好 接下來這個先取下 因為這個SPEED爐的部分要安裝 要不然在敲打的時候 你如果去打到這個線阻 你就輸啦 這個線阻不能敲 敲到就輸啦 丟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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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瞬間取下 好 然後這個 要去模擬護航買了 買 好幾百年前就準備好了 開開 好快喔 這以前的傑作 1 2 3 4 5 10顆豬 這裡 好 來 這一個 啊 舒緣 來 它這個 比較小 這比較大 這床庫怎麼做中型的咧 那真的舒緣 這個斷掉的SPEED 我們來看一下 對啦 這比較小 這個以前有拆起來放 不曉得在哪邊 沒關係 不用怕 瞬間 這拖給它 成勝車葉 好 打開 開開 哦 我們成勝車葉 阿勝 這機外機 好像是那個 哦 福嘉仔 這裡有 我贏了 這我阿勝在當中的贊助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題材在拍 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機外機 好像牛 牛三百條的樣子 好 好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 咧 咧 不一樣 這個都比較細 哎唷 哎唷 奇怪 是我的規格不一樣 為什麼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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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這機真的比較散 我現在給它擦了 對啊 那我們把它排上去 還好應該是心理作用 聽這機起來好了 因為這個全新的 我們不要去把它搞混 開始 來放大 讓它搖一下 這個卡齁 沒有卡 它這個齁 它這一根 它這給它 放著那個什麼 這給它說得太適 這個正常 你要 稍微外凸一點點 所以這個部分它這樣打 這邊是錯誤的 人工麥子 夾上 之後固定 快點就麥子 對了 外機這沒卡 好 這個要敲我記得不好敲 尤其是 生鏽那麽久了 都有盡 這邊很容易失誤 要注意喔 都靠這一隻喔 好 所以我還怕頭動 沒關係 那都不是理由 起來啦 我贏了 這個就是 這樣就啦 一樣啦 它只是說 上面看起來 你會覺得比較 比較細 那是一種 心理作用 這批魚 這個東西要買 不小心哪一買 好 瞬間換汁 再放大 這樣不知道太大了 我也不知道 好 來就這樣 正常這個是 有時候把它打緊一點還是 我們不管齁 就稍微粗粗 這還好 這樣還好 這樣還好 最好是有的 還說得比較肥 我這樣應該是可以 噴一噴 好 噴一噴 好來 再來我們把它放進去 好 那這個放 不說該好放耶 那這邊 正常要做一個缺口 好沒關係啦 會記住就好了 好 好接下來換這 這個 等一下 這個洗過了 這是在頭上的 這個點好的 這三拆的 不知道怎麼 沒關係 拆在下 眼不見 沒正好 應該是這樣 沒錯啦 就這樣拆 拆 拆拆 好 螺絲 全部都鎖上 全部鎖上之後 這個 用手動的工具 這樣轉 這個 就不要那個 Air Range下去打了 這樣比較精細 好 再來這個 電盤的 外殼 我們要裝上了 先把它清一下吧 這個在清的時候 很療癒 我們把它 收藏一下 這個 料理在掛下去 要注意 因為這個之前 就是風扇有 飛出去 所以我把它黏住 正常是 不用黏的 但是它這個 有射過嗎 有射過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平面 割一割 用好 清清的 先給它 這一點課程 然後這個放進去 有個訣竅 這個是譬如這邊 我們用這樣把它畫一條線 齁 你就這樣在對的時候 就很好對 它在這邊 齁來 我來 我來看 這東西你要對得好 這個以前 你如果對不緊 你硬裝進去 你就輸了 它也是放下去 這個 然後放進去 它就 這樣就進去了 接手掌 再放大 好不好 壓 感覺稍微拐拐 然後一個決竅就是 你用這個 鎖進去 鑽不下去 然後鎖進去之後 你就這樣搖搖搖 好 咬咬咬它之後 稍微後來 鎖進去 就好了 我覺得那個 鎖進去就好了 感覺不太對 再拉出來 這個地方 感覺稍微有點怪怪的 稍微太外凸了 那 再 推進去一點點 好 接手在 這稍微太遠 不管 這稍微太遠 這個對 這樣 接手在看是簡單 再安裝 不是很好用 我記得 有記憶 奇怪 怎麼這樣 突然覺得怪怪 再拉出來 這感覺有點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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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殺到 這感覺有點怪怪 正常是塑 進去就好了 它不會這樣 這正常是不可以的油 這樣不對 這樣不對 抓起來 這顆把它弄給它 稍微這樣 扁扁扁扁 這個正常不能那麼鬆 這個這樣不對 我們把它 裝到這個地方 正常是這樣扁扁 我們現在 叫一個缺口 對不對 我們缺口這樣把它放進去 很快 那不然這扁扁扁就黯了 不過你看人家這尖子比較少 好不好 它最少沒辦法叮盪 但是感覺上 稍微較奇怪 其實人家這面的給它很黯 不知道像趨走的問題 你看人家這隻 它用下去緊緊的嘛 我那個東西太鬆,你跑進去,他會跑到後面去了 好漂亮 這個以前可以這樣敲敲敲,結果他現在這個 他被碳化了,就等你了 霸了又水了 沒關係 那我就拆這個新的 這把我們模擬某行 給他洗一下,我記得這個以前會弄一弓 這樣可能給他碳化的 好換新的 結果換電盤了 換那個 電盤內的人,結果是這個地方卡關 沒關係,冷冷就好了 不管他 直接把他 套上去 進去不要跑掉 不能跑掉 剛才這樣太下去了 怎麼會很難對 重新再對一次 怎麼變這麼困難 奇怪 怎麼變這麼難用 奇怪 這個尖細怎麼變這麼大 邊 好 這樣不對 這樣打上去這樣 這樣站著不對 這個 這個 我實在聽這聲音 聽到很困難 這個以前就不會這樣子 對 這個太冷了 這個正常是要在外面 那敲下去就破掉 這正常是可以 再敲一敲 灌一下 因為它這個是稍微軟軟的 一點點就好了 對 這以前是可以敲一敲 不然它變成卡不掉 來 來 這不然可能 這樣 不然有空間 不然有空間 這樣就好了 稍微要緊緊的 我沒什麼跟它說太大了 剛才去說一下 去當年 有啊 好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來 開始 這個拼對這邊 不可能 不可能 這樣就對了 一樣它就跑進去 這到底是 還是這樣這對 還是跑進去才對 跑進去可以把它塞起來 這個怎麼卡關卡那麼久 好 直接打了 管它的 這個 這絕對是我的記憶不對 這應該是打去就按了 堵爛到 很小的 那個SPEED後 也多去買幾顆 買幾顆 它就 你就不會打 好 來喔 現在開始 打起來就要按了 先這樣子 來我們看一下 對啦 我想跟它困難 久不久了 來 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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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邊弄好之後 這個要接上 這個 鎖骨穿進去 鎖骨穿上 再來 這個接上去 但是我覺得 我這個PIN 這個可能要重結 這稍微太冷 但是先暫時這樣子 這個接地線這個部分 為了方便安裝 我們這個把它做開口 吊 打開 把它撐打一點 因為我拌打開 把它撐開 這個地方 你就這樣 它缺口就能進去了 鎖上之後 這個 包覆好 瞬間換竹鎖來 我原本這個是繞過來這邊 但是這個線它真的不夠長 不夠長的時候 原廠配線它好像是配在下面 沒關係 我們就 按照這樣下來 這樣配住 長度就剛剛好 我們把它 配上 它是真的有比較低 而且還短的蠻多的 差不多五公分 沒關係 這邊就換上去 這邊就剛剛好 就不用接了 好 好 那這邊就 直接 這樣配上 好 配上啦 那這邊也把它 配上去 好 套子套上 瞬間 撒套上 再來看一下 但是為了方便好裝 這個等一下就用配住就好了 電體設計算安裝完畢 接下來要來通電了 接下來要來通電了 哎唷 嗯? 這是叫送電嗎? 我實在很偷在旁邊 沒有過電 機關也沒有過電 哇 這裡面要接 所以這個要趕快改 那個汽車那一種 隨便包住 這一種保險師 我最不喜歡 很麻煩 好 這樣 到了 放電 好 可以發動 嗯 發電量非常飽滿 真的跟他讚 好 那白龍水今天 跟我們這個 電盤內人 這個影片 希望這段時間的方式 最後一段時間 好 想不到那個speed 後來有斷掉 然後他稍微有那個 熱衰退 有碳化你知道嗎 碳化就會變脆 好啦 建好就收了 能動就好了 結果就要記得 訂閱白龍水 拜拜 這裡還有很多東西 我還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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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這邊稍微就這樣 那後來這個 要把它接那個 方形的 保險師 好